纽约市长白思豪2019年5月宣布参加2020年的总统竞选 同年7月 有人在Change.org网站发起了弹劾他的请愿书 列出了白思豪13个问题 其中包括结束拦截搜身政策 发起通过轻罪不逮捕法律 削弱纽约市警 从90年代开始遵循的破窗理论 以及他新任命的教育总监实施最糟糕的纪律守则 以保护不守规矩的学生等等 截至今年5月27号 这份请愿书有近3万人签名 今年5月底 弗洛伊德事件蔓延 暴徒在纽约市宵禁后仍然打砸抢 对于市长白思豪在这次事件中的处理态度和做法 有人说市长允许上千人聚集打砸抢 有人说市长不支持纽约警察局 还有华人说市长所思所作都像一个共产党员 于是 弹劾请愿书的签字人数就一路飙升 截至6月10号 已经有13.3万人 请求弹劾市长白思豪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